字幕君 字幕君 Hi 大家好 我叫Gibson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新城市 叫Kara Bay 在企董 在UM Sunrise 到時我們住到這裡 會有一個很方便的城市 例如後面就是The Beach Retail Mall 到時它會有一個Aerobic Supermarket 还有在我前面就会有一个Starbucks drive-thru cafe 那今天我想介绍大家就是一个新launch的apartment 叫Residency Ava 那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Let's go OK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就是950公尺Type B的 它有三间房两间厕所一个长延和阔身的大厅 So let's have a look 是不是感觉上不止950公尺呢 原因有三个 第一 它的高度有10尺 第二 它的阔度差不多11尺 第三 它有一个大窗口 令到日光的线就会照到你这个食饭台的位置 还有厨房 OK 先介绍一下厨房 这一边全部都是有包的 尤其是抽油机 它到时会有一条口就通到出扁 那到时你煮东西都不会那么大 有烟味 令到你煮东西都很方便 OK 我们先看这些房间 So 这个是第一间房 所以你首先看到呢 放了一个大床 放了一个衣柜 我们还有很多位置来走 加上这个大窗呢 令到整间房都很光 感觉上不是很舒服呢 OK 我们继续看第三间房 那这间房呢 大又不算大 西又不算小 其实很刚刚好的 尤其是看到的设计呢 有个office table 又不是个客人床 其实有很多容法的 好 我们继续看最后一间房 就是主人房 来 是不是比酒店更漂亮呢 三个重点可以看到 就是够阔 够大 够干 尤其是看到的king size bed 和大仓 令到整间房都很舒服 好了 这个单位就说到这里了 我会再重复Carabay的重点 就是 它是一个新城市 UM Sunrise 是一个出名的发展商 还有还有Starbucks 和Aimic 到时会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点 如果你对我们 这个Residency FI有兴趣的 可以联络我们 有个时间来看这个show unit 我叫Gibson 到时见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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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